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正在供应神的国度 借着圣经我们走进到内在生活 借着圣经我们希望能够让人感受到 耶稣是我唯一的热情 我觉得我们做对了 所以我一方面恒惠这些事情气愤的难过 一方面我也感恩赞领 我求神有更多的护卫我们 保护我们 那整个重建过程你觉得最麻烦的是什么 是搬东西吗 还是重新想搬去哪 搬东西倒不累 只是想说搬到哪里 现在我们是找了两个小角落在搬东西 但是这里的声音实在是太多了 因为我们在有点类似像仓库的地方在录影 所以一会有外面的声音 一会这边有机器运作的声音 风扇的声音 屋顶有作业人员工作的声音 很多声音 所以录影常常会被打岔 但我觉得是一个暂时的啦 因为我也觉得万事起头难 我相信我们只要好好供应神的话 神一定会我们一步一步走 那老板我们现在陆续都收到各地各国的弟兄姐妹 奉献来重建我们的这个摄影棚 我们现阶段你要不要更新一下我们目前的状况 我第一个就要先感谢真的世界各地对Bible Race 对我们这个360 Sunrise这个机构的一个支持 收到你们的奉献我真的很感动 那目前为止谢谢大家你们的奉献 我们所有的器材费相机就是这些损失都已经可以被恢复 那当我们想到要重建摄影棚的时候 因为安全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结果我们原来想要用的地方 我们的同工估价说我们光窗子做一个铁架 因为你知道这窗子很容易被打开 窗子就要两万多块美金 还不包括所有的安全系统 好 所以谢谢大家的奉献我们现在所有的器材我们都足够了 也可以录制了 但是至于重建整个摄影棚 我想这是一个长期还是需要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如果你听到Bible Race觉得很得着的的话 谢谢你们的奉献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资金 我们才有可能重建摄影棚 因为不只是警卫 包括所有的油漆 所有的装潢 各的隔音板 吸音板 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开销 首先我要谢谢家人们真的为我们奉献 好感恩 那我们未来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参与 借由媒体能够使内在生活的信息 在圣经当中一步一步地去传递 很多人能够走到与神亲密的关系的里面 那这就是我们制作Bible Race 在360 Sunrise 更多的孩子们被信息起来 下一代的年轻人被信息起来 教会被信息起来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负担 罗马书第一章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论到他儿子 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 是从大位后裔生的 按圣善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份 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 其中 也有你们这蒙招属耶稣基督的人 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 为神所爱 奉召做圣徒的众人 愿恩惠 平安从我们的父神 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第一 我靠着耶稣基督 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 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 我在他儿子福音上 用心灵所侍奉的神 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 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 或者照神的旨意 终能得平坦的道路 往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 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 使你们可以兼顾 这样 我在你们中间 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 就可以同德安慰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 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 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 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 无论是希腊人 化外人 聪明人 愚拙人 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 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得生 原来神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 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愚拙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 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 走兽 昆虫的样式 所以神任凭他们 承着心里的情欲 行污秽的事 以致彼此垫辱自己的身体 他们将神的真实 变为虚晃 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 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称颂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 可羞耻的情欲 他们的女人 把顺性的用处 变为逆性的用处 男人也是如此 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 欲火攻心 彼此贪恋 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 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邪辟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装满了各样不义 邪恶 贪婪 恶毒 满心是嫉妒 凶杀 争敬 诡诈 毒恨 又是忏悔的 背后说人的 怨恨神的 五慢人的 狂傲的 自夸的 捏造恶事的 违背父母的 无知的 被约的 无亲情的 不怜悯人的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 行这样事的人 是当死的 然而 他们不但自己去行 还喜欢别人去行 罗马书第二章 你这论断人的 无论你是谁 也无可推诿 你在什么世上论断人 就在什么世上 定自己的罪 以你这论断人的 自己所行 却和别人一样 我们知道 这样行的人 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你这人啊 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 自己所行的 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 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 他丰富的恩赐 宽容 忍耐 不晓得 他的恩赐 是领你悔改呢 你竟认着 你刚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 积蓄愤怒 以致神震怒 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凡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 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 就以永生报应他们 唯有结党 不顺从真理 凡顺从不义的 就以愤怒 恼恨报应他们 将患难 困苦 加给一切作恶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却将荣耀 尊贵 平安 加给一切行善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神 不偏待人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 也必不按律法灭亡 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 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原来在神面前 不是听律法的唯义 乃是行律法的称义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顺着本性 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 同坐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 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 或以为非 就在神借耶稣基督 审判人隐秘世的日子 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你称为犹太人 又倚靠律法 且指着神夸口 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 就晓得神的旨意 也能分别是非 又深信自己 是给瞎子领路的 是黑暗中人的光 是愚笨人的师父 是小孩子的先生 在律法上 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 你既是教导别人 还不教导自己吗 你讲说人不可偷窃 自己还偷窃吗 你说人不可奸淫 自己还奸淫吗 你厌恶偶像 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 你指着律法夸口 自己倒犯律法 惦辱神吗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 因你们受了亵渎 正如经上所记得 你若是行律法的 割礼固然与你有益 若是犯律法的 你的割礼 就算不得割礼 所以那未受割礼的 若遵守律法的条例 他虽然未受割礼 岂不算是有割礼吗 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 若能全守律法 岂不是要审判 你这有疑文和割礼 竟犯律法的人吗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礼 也不是真割礼 唯有里面做的 才是真犹太人 真割礼也是心理的 在乎灵 不在乎疑文 这人的称赞 不是从人来的 乃是从神来的 罗马书第一章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 那罗马书第一章 我们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大部分 第一章1到17节 第二段是 第一章18节到32节这样子 那第一段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 罗马书的总论 或者是说福音 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那这个在我们的整个信仰根据上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先看第一段 罗马书第一章1到17节 那首先我们要highlight一点 保罗奉召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那一般来说 我们认为的福音都是说 我是个不认识主的人 那有一天我打开我的心 承认我是个罪人 接受耶稣基督 在释迦上为我成就的救恩 那我就信耶稣 以至于我重生得救 这是一般我们所谓的福音这样子 那不过呢 我想在这个地方 想跟大家有一些的 一些的鼓励 一些的劝勉 也是为了之后 我们可以这样子追求主 更多认识神 我们来做一些铺陈 所以在今天的第一点 渴望跟家人们分享说 我们可以把福音的定义 稍微扩大一点 怎么说呢 因为第一章第三节讲到说 这福音是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 所以或许我们可以 稍微一个样子给解释一下 就是说 既然福音是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 所以的话神的儿子 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 有多么的丰富 他神的儿子有多么伟大的话 他整个福音范围就有多大 所以或许我们可以 这样子来思考一下说 是的 我们要对不信主的人传福音 以至于说 他可以接受耶稣做 做他个人的救主 可以重生 可以得救 可以进入神的国 但是我们也可以像那些 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 基督徒怎么样子 传福音说呢 耶稣基督是来要用圣灵跟火 给我们施洗的 好叫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 进入圣灵丰盛的祝福里面 另外 对这些心灵有受伤害 身体有疾病的基督徒们 的家人们 我们也可以传福音 跟他们说 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体的大医生 他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残过我们一切的伤痕 医好伤心的人 这样子 那另外 对还没有进入内室的 跟耶稣还没有那么亲密关系的 基督徒们 我们也跟他们传福音 耶稣是我们灵魂的新郎 他渴望跟我们有最亲密的关系 这样子 那如果 有家人们 有基督徒们还在 把重心放在世界上 还在爱世界的时候 那我们给他们传另一种福音 耶稣基督是那要再来的 天国的君王 世上的国 有一天要成为我主 跟我主基督的国 所以好叫他们怎么样子 可以从世界里面 更多分别出来 起来追求主 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 我们来看一下 在第三节跟第四节 那在这个地方 保罗带出一个 很重要的正经的真理 就是说 按着肉体来说 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所以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是一个有血有热的人 跟我们一样 他带着人性 只是他没有犯罪 OK 这是耶稣的人性这方面 但按着战胜的灵来说 因为他从死里复活 大能显明 他是神的儿子 这边讲到说怎么样子 耶稣基督也是完全的神 所以他是 福利家 福利面 完全的人 完全的神 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好像从死亡的监牢里面 的居住里面跑出来而已 不 他复活的时候 也摧毁了阴间的权势 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 把阴府掳掠一空 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 当在拔摩海岛上 复活的祖根 使徒愿然显现的时候 他手里拿着死亡 跟阴间的钥匙 所以今天虽然死亡还存在 但是整个死亡的权势 已经不在魔鬼 撒娜的手下 而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张管之下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写明 他的人性跟神性这样子 接下来保罗给罗马的信徒 写信表明说 他渴望可以得到平衡的道路 去拜访罗马的教会 以至于说 他可以把一些 祖灵的恩赐 分享给他们 并且可以跟罗马的圣徒们 分享彼此的信心 以及可以彼此建立 彼此得到安慰跟造就 在这个地方 我们highlight一点 第九节 我在他儿子福音上 用心灵侍奉的神 那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说 神是灵 在约安福音第四章 所以拜他的 敬拜他 要用心灵 用圣灵 与诚实 与真理 来敬拜这位神 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先highlight 为什么追求内在生活 追求这个里面的基督 跟他亲密关系 跟他最深的连结 那么的重要 因为神要我们所做的 都是要从我们的心出来的 从我们的心灵里面出来的 无论是我们的爱 无论我们是服事 我们的摆上 我们的谦卑跟顺服 神都是要我们在里面上 你在里面因着爱神 或者因着神的爱的缘故 我们愿意来服事他 我们愿意来谦卑下来 我们愿意来顺服神所良 给我们的环境跟权柄 所以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 都不是只有外面的行为而已 外面的行为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是真实的爱 真实的信心 真实的顺服 一定会带出来外面的行为 但是不能只有外面的行为 却没有心灵里面的爱这位神 来回应这位神的爱 来服事他 来愿意尊容他这样子 所以这一点我想 跟家人们特别的highlight一下 我们很需要从里面开始 以至于说我们外面的话 是我们里面心灵光景的 真实的表现这样子 好那这是一个一点 另外在第13节到第15节 我觉得在保罗 有一个很好的提醒 就是说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 的确是我们是因性称义 是白白的来的 但是在神那边付了几重的代价 他欣赏他儿子耶稣基督 在释迦上 以至于说这个恩典 可以临到我们身上 另外也有许多的宣教士 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 放下舒适的享受 放下亲人的天伦的之乐 甚至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 把这福音传扬出去这样子 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 得到这福音的好处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一直的提醒 我们自己说主 我们也应该竭力所能的 在我们周遭的环境 在我们的家人朋友当中 用各样的智慧把福音传扬出去 因为我们都欠了福音的菜 所以这是我对自己说 也对家人们分享 我们真的是 不管我们怎样子 不管我们的追求到什么程度 我们都还是需要传扬福音 所以我们应该捷尽可能的 占用各种机会 主量给我们机会 把这个福音绝对的传扬出去 当然不是只有基本的福音 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 我们可以传圣灵充满的福音 医治的福音 还有新郎神的福音这样子 得时不得时 随时随地 我们都可以 向不信主的人传福音 也可以向基督徒传福音 Amen 好 我们下面进入福音的主题 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此 这福音是神的大能 所以我们要再highlight一点 这福音是神的大能 不是说我的口才有需要多好 我需要多有能力 我能干 我需要什么社会的地位 我需要有多有钱 这个都不需要 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 我们只负责忠实的 在一个尊荣里面 在一个敬畏里面 来传扬这个福音 在爱里面传福音 把这个福音的结果 传福音的果效 都让神来决定 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播种 有时候我们收割 这人撒种 那人收割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都把这个福音的果实 这个得救的人 欢欢喜喜的带到神面前来 那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因为这神的意义呢 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进入我们信仰的根基 究竟我们怎样可以来到 这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 是凭着我们的好行为呢 凭着行为成义呢 还是因着我接受神的义 就是耶稣基督 在实际上所成就的救恩这样子 保罗对这个地方 非常讲得很清楚 福音不是说我做了什么事情 以至于神可以怨纳我 不 福音是因为我接受 耶稣基督的救赎 事实上就是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义 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 以至于说我可以蒙神悦纳 蒙神喜欢 并且我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样子 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 那这意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那在这一方面 我们想有几个解释 本于信以至于信 可以解释为说 一开始是可能像戒赛总一样 小的信心 但是慢慢我们更多经历神 因为信心是一个生命 是应该成熟长大了 是慢慢长大的 所以因着我们更多经历神 认识神 顺服神 我们的信心就会慢慢长大 这是第一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 第一个信 就是神那边所立下来的 一个方法 就是说 一切我们所得到的 都必须根据神所立下的 信心的原则 在神那边先立下个 信心的原则 当我们愿意相信 接受这个信心原则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信心的果效 所以本于信以至于信 我们也可以解释成说 本着信心的原则 到信心的果效 我记得我在开始 我跟我太太在开始学习 十一奉献的时候 那时候 因为我还在读书 读研究所 那我太太基本上 是刚入门的 初阶的工作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们家 是入不敷出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 那要不要等我们钱 够用了之后 再十一奉献 可是因为我太太 她之前有个经历 她就觉得说 不 即使我们目前收入不够 但是我们还是怎么样 还是要坚持十一奉献 那因为我知道说 那时候我太太 在找工作的时候 是在很不景气的时候 得到这个工作的 我知道说工作是神给的 所以就答应她说 好 那我们就十一奉献 可是本来就入不敷出了 再加上十一奉献 所以我们银行的存款 就一直往下掉 到最后还剩下 大概快两千块的时候 人真的很幸福更奇妙 那时就另一家公司 来找我的太太 给她一份工作 那时候我们家就可以 够用了 而且可以奉献了 这样子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经历到 奉献的真实 就好像马拉基书 第三章第十节一样 真的说 神的原则是说 所以在那个天我都经历到说 原来财务上 我们可以经历到神信实的 供应 信实的还有这么多莫大的祝福 后来我们又经历两次建堂 有一次也在过于我们能力之下来奉献 但我们之后都看到说 神更丰富的来供应我们 所以这三十几年来 我们家感谢主 从来没有因着财务问题 而伤老经过这样子 一路看到神的信实的恩典 所以我觉得鼓励家人们 可以真的试试神 以至于说 我们就可以当他信心的果效 那另一方面 后来奉献 我们就可以越奉献越多 因为之前经历到神的信心之后 财务奉献这方面 对神就越来有信心 所以鼓励家人们 我们都可以来 真的是站在神的信心的话语上面 接受他 去照着神的话语来做 我们就得到信心的果效 好 这是罗马书的第一段 那第二段的话 讲到说外邦人的罪 那从十八节到三十二节 讲到说外邦人有一个问题 明明知道有神 但却故意不认识他 不荣耀他这样子 那保罗首先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借着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 他所创造的浩瀚的星河 他所创造的这些动植物 就可以告诉我们说 有一位创造主存在 那这个是无可辩驳的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说 现在的特别是年轻的家人们 我们的三星用品 那么精密的晶片 还是复杂的这些的城市这样子 我们都知道说 这是有人设计出来的 有人制造出来的 不会是天然形成的 那如果这些三星产品 这些晶片 我们都知道是有人设计 有人创造出来的 那更何况比这更精密的 我们这些的动植物的受造 浩瀚的宇宙 更是有一位造物主 所创造出来的 这是无可辩驳的 但是未然既然我们知道 为什么还是有人不愿意 去相信有一位创造主 为什么有人还是愿意 就是说去拜那些受造物 而不是把荣耀归给受造主 因为其实人也很聪明 一旦我们承认 有一个受造物主存在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知道一件事情 说我们不能够做自己的主人 而且我们在这位造物主面前 是要交账的 是要负责任的 所以这个对我们的老我 习惯做我们的老我 想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老我 是一个莫大的威胁 以至于有些人 其实明明都知道 其实每个人只要真实的 安静下来 用理性来思考都知道 一定有一位超自然的 创造主的存在 可是呢 因着我的老我不愿意下来 我要做自己的主人 所以基本上 我就会故意去否认他 可是当人故意否认他的时候 就会发生一件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 有三次 在罗马书二十四 二十六跟二十八节 讲到三次怎么样子 神任凭他们 既然明明知道有神 但却还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怎么样子 好啊 就让你们自己去 任凭你们 任凭他们这种污秽的情欲 任凭他们去敬拜那些 必朽坏的这些受造物这样子 那其实这是神对我们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为不管在真言第三章 西伯来书第十二章 或启述第三章 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呢 耶和华所喜爱的 主所疼爱的 必怎么样子 责备管教 所以当神管我们的时候 当神责备我们的时候 表示怎么样子 祂真的爱我们 为我们的好处 而做这些事情 可是当神任凭我们的时候呢 这是一件最可怕的事 我相信很多父母 应该都有这样的感觉 当一个孩子 无论你再怎么样劝他 再怎么样子 甚至求他 甚至真是责备他 他还是一定要继续作恶 一定要做监犯课的时候 到个程度 父母真的没有办法 只好说好吧 就任凭你去 那这是最令父母 最伤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也是对孩子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父母从此不管你了 让你自生自灭吧 所以当我们的心 我们明知道神的心意 明知道神的存在 还故意硬着心的时候 一直硬心下去的时候 就有这种后果 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 我们彼此勉励 就好像西伯来书 第十章二十六节讲到说 当我们有真理的知识之后 得知真道之后 如果故意犯罪 讲到说故意持续的犯罪 明明知道神的真理 可是我们还硬着心 一直的在犯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的心 会硬到个地步 圣灵再也没有办法 让我们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那时候 我们就进入 这个可怕的光景当中 所以我想 无论我们自己 我们对别人 我们好不好 对家人们彼此提醒说 真的不要硬着心 趁还有今日 跟神来对齐 好 那在这个地方 我想最后 要对年轻的家人们 有一些重新的分享 因为很可能我们所成长的社会 跟所在的国家 同性婚姻是合法的 同性恋是社会规范可以接受的行为 可是我想当我们愿意真实承认说 真的有位造物主 而且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时候 那我们就必须接受 神对这性行为跟婚姻所设下一个安全的规范 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神所设下这一切的规范 这一切的范围 其实为了爱我们 保护我们 就像父母规定孩子一样这样子 所以我这边鼓励 特别是年轻的家人们 就是说 无论社会的风潮怎么样子 甚至国家的法律怎么样子 但神对婚姻的规范 神对婚姻的心 永远是一男一女的婚姻这样子 以至于说 可以不但繁衍后代 而且是 你知道 婚姻是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样子 所以在神的心意中 婚姻永远是一男一女的 同时 人所祝福的性行为 永远是在婚姻关系之下 一男一女的性行为 除此之外 都不是在神的旨意当中 那这一点 我觉得特别要鼓励 年轻的家人们 那我要再说 其实都在乎 我们里面如何回应神的爱 只要我们的心里面 灵里面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 就像约翰一书所说的 神的见命是不难守的 因为当神的爱 在我们里面焚烧的时候 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 我们就甘心乐意地 去遵守神的命令 因为相信神的每个命令 都是为了爱我们 保护我们 所以特别鼓励年轻的家人们 真的是一方面 好好地熟悉神的话语 好好地熟悉神的命令 但另一方面 更多来到神面前 被神的爱充满 被圣灵充满 智慧几瓶充满我们 把爱主的火烧在我们心里面 一句说 祂的见命是怎么样的 就是不难的 因为神的爱成为我们的动力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